上赛季的凯尔特人队让外界观目相看,这支球队在季后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们凭借着残阵打入了东部决战。 更让人觉得惊喜的是,这支凯尔特人队的新秀球员塔图姆和二年级新秀球员杰伦布朗真是开荡大人啊,他们在比赛当中展现了领袖能力,他们在比赛中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看着现在的这支凯尔特人队,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实力了。 下赛季的这支凯尔特人队再迎来了健康的海沃迪和欧文后,他们很有可能会删入总决赛,而且,他们还有机会获得NBA总冠军。 现在的这支凯尔特人队的核心球员是欧文。 这位在2017年夏天加盟凯尔特人队的球员线,已经证明了自己,他是联盟当中的超级巨星。 来到凯尔特人队后,欧文带领球队取得了很好的战绩。 不得不说,厉害·张姆斯的欧文已经收获了成功,他有能力带领球队去争取NBA总冠军。 当外界媒体还在质疑欧文的时候,他就已经带领球队达到了新的高度。 不得不说,超级巨星就是超级巨星,他们能够在任何环境中打出很好的表现。 看看上赛季欧文在球队当中的一些表现吧。 在凯尔特人队对阵独行侠队的比赛中,欧文全场空下47分,全队最高。 在凯尔特人队对阵魔术队的比赛中,欧文全场看下40分,全队最高。 在凯尔特人队对阵勇士队的比赛中,欧文全场空下37分,全队最高。 等到其他的比赛,欧文小赛季有望去争督联盟为MVP。 小赛季的凯尔特人队会取得什么样的常规赛战技呢? 欧文又会在比赛中有什么样经验的表现呢? 还请拭目以待吧。 请不吝点赞益